你好 欢迎收看财经五报 我是李星云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天气又要有变化了 热带性低气压在菲律宾海域蠢蠢欲动 向蜀州预测了台北台风将会在21号生前 预估将会穿越菲律宾的北部转往南海的方向 也预计了会对台湾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 财经焦点带你来看到是黄金再次创下了新天价了 有不少的民众蠢蠢欲动 有超商的业者就看准了黄金的保值优势 因此稀守贵金属交易中心 手动引进了黄金智南贩卖机 从金条小金豆到金币都有卖 让不少的民众一直呼好稀奇 金价涨翻天 其实台积电的股价也如此 最近飙上了新天价 投资人的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时机点上还可不可以追呢 专家就分析 其实每一次击涨过后都会陷入整理的格局 所以短线的涨幅应该已经反映完法书会的利多 不过我们看到不只是股价涨 同样高涨的还有台积电的概念房 每一次这个台积电设厂选址周边的房价就可以发现到 消息一出来就会上涨 过去五年已经是涨了超过一倍 另外搭车也要注意哦 有台北人到台中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但是呢搭到了一台迷航公车 司机多次询问乘客要再拿一个路口转弯 甚至翻过来请乘客暴露 而对此呢 公车业者就回应啊 其实这名司机是二度就业的新进人员 第一次上路载客请乘客多多包涵 但是也强调了日后会加强教育训练 如果说不熟路况的话 那么那就使用导航 有民众开车前往云林湖尾夜市附近 开启了导航语音 没想到这个语音啊 念了一个超长的地名 整整有54个字 这个光是念完就需要花18秒的时间 国际新闻带您来看到 是20号是贺锦丽60岁的生日 这民主党选战的气氛也变得蛮温馨的哦 歌手亚瑟小子以及科技富豪 纷纷递他来站台 而另外一方面他的竞争对手 川普则是选择到素食店去炸薯条打工 更趁机大酸贺锦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支持者 我们带您看到全球首富马斯克 就是挺川大将 而日前他宣布 即日起一直到选举日为止 每一天都在摇摆周当中 随机从新的联署请愿书当中 就选出一个人要发出百万美金 大概是台币三千两百万元哦 那只不过这个举动呢 也引发了是否违反美国选举法的争议 好秋天到又是吃蟹的季节 金山有业者为了要抢客人 特别祭出了优惠 就有一间复合式的餐厅 挑出了NG线 这个简单的调料炒一炒 就放在自助吧 让内容的客人免费的来享用 不止如此海产一条街上 这海产业者也给出了优惠价格 中国云南有一所国中 有好几位的学生 在校内食堂用餐之后 出现了腹泻的情形 有家长对此起疑 就应闯了学校食堂之后 就发现这厨房里面 竟然有大量的臭肉 用吃来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化 其实是很接地气的方式 汶来的加东夜市 不只是观光客很爱 也是当地人填饱肚子的地方 而这里有很多的小吃饮料 都只要一块钱 大概是台币25元 价格相当清明 而汶南人特别爱吃的 就是烧口 而在汶南 民众大多信仰伊斯兰教 很多的穆斯林 其实都很喜欢猫 把猫当成自己的宝贝一样 很重视 就有一位台湾的兽医师 他和同样是兽医的先生 在汶南特别引进了中医疗法 用针灸的方式来治疗宠物 欢迎回来 持续在影看到 是台中有一个租屋广告 最近引发了讨论 因为房东提出的需求 很特别哟 只想租给炸臭豆腐 严肃鸡 以及冰藏业者 也让网友议论纷纷 认为说这个房东 难道跟邻居有仇吗 好 很多人呢 每到月底或是股票 赔钱的时候都会大喊说 口袋见底要吃土了 而您敢相信吗 真的有一道料理 就叫做泥土 看完好吃的 我们来看好玩的 今年是魔术方块 问世50周年 日本的玩具公司特别推出 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全世界最小的魔术方块 这每一边 大概只有0.5公分 跟米粒差不多大 但小小一个不便宜 竟然是要价 台币接近17万元 南韩国家情报院 日前爆出 北韩疑似派遣军队 要支援俄罗斯 如今美国媒体CN 曝光了更多的细节 根据CN所取得的表格 就要求北韩的士兵 必须要提供帽子 制服以及鞋子等军装的尺寸 似乎是要向北韩的士兵 来分发军事装备 另外表格上面 还特别注明了 这个很可能是夏季使用 所以也代表北韩 很可能在夏季正式参战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